2021年10月13日,大脚星人理事会成为一个开悟大师,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,译者扬声传导。 大家好,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,很高兴与你们联系。我们非常有兴趣追求所有道路,这些道路会导致与整个宇宙中的其他意识产生更大的联系。 我们喜欢与地球上蚂蚁的意识联系,虽然蚂蚁的意识可能不像人类意识那样迷人,但它仍然是源头的一个面向,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面向。 你们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意识,与那个意识连接取决于你们。因为除非你们有一个人,以知动物或人工智能,否则这些意识的其他部分不一定会接触到你们。 感受你们周围一切的意识将帮助你们调整到你们自己的意识,以及意识之外的意识。 你们需要觉知才能在你们的世界和你们的社会中充分生活。 无意识的人非常反动,很容易被编程,有意识的人正在缓慢地生活,有意识的呼吸,在得出预先包装好的结论之前正在接受有关情况的一切。 更有意识的生活最终会带来更多内心的平静,而内心的平静会带来更多的幸福。 当你们拥有内心的平静和幸福时,你们就会更好的生活,创造你们想要体验的现实。 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,抵制你们不想体验的现实并没有真正的效果。 而且,用你们抗拒的东西来定义自己,或者讨厌用另一种方式来定义自己,那也行不通。 它可能在短期内起作用。 你们会让其他人聚集在你们身边说,是的,我们也讨厌那样,你们可以通过你们的反抗获得一些人气,但你们不会快乐,你们不会创造内心的平静,你们会创造其他东西来反抗,因为那是你们向宇宙投入的东西。 我抗拒,所以我存在。 你们的存在比你们意识到的要重要得多。 当你们调整到你们周围每个人和一切的存在时,你们就有了一个好的开始。 当你们认识到向你们展示的任何东西也存在于你们自己的内在时,那么你们就尽可能地接近开悟了。 当你们与一切事物和每个人的本来面目和平相处,然后你们接受,原谅和爱他们时,你们就是一个真正的大师。 如果你们正在接收这则传书,那么你们来到地球是因为你们知道你们是一位大师。 知道自己是大师和体验自己是大师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。 一旦你们体验到自己是大师,你们就再也不想回去了,回去会感觉很糟糕,你们会有足够的敏感度来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在做,在想,什么时候在说一些感觉很糟糕的事情。 你们会足够关心你们的感受,在你们走得太远之前阻止自己。 现在是地球需要更多大师的时代,地球需要更多不仅知道自己是大师,而且体验自己是大师的大师。 一旦你们这样做了,你们就永远不会再问你们为什么在那里或你们应该做什么。 因为你们会意识到成为大师会吸引学生,学生自己准备成为大师,然后你们将生活在一个世界上,生活在和平与和谐,爱与创造力中。 这就是你们正在共同创造的世界,你们将通过我们在这里概述的这些步骤到达的世界,不是因为你们把就地球上的所有混乱都抛在了脑后,也不是因为你们登上了一艘宇宙飞船,去了一个不同的星球。 你们会到达你们正在共同创造的那个星球,因为你们在自己身体的平静中,在你们的思想的寂静中,在你们自己舒适的家中所做的事情,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,很高兴与大家沟通。 2021年10月13日,天堂来信,无论你们选择哪条路,异者扬声传导。 上帝说,当你们感到冲突时,当怀疑的声音开始传到你们身边时,花点时间休息一下,生活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对或那么错,你们走这一条或另一条路并不像你们认为的那么重要,有很多好路可以去走。 你们并没有陷入僵局,你们可以选择,你们所相信的事情也不是那么重要,存在注意体性,然而,在世界上,你们不必是同一个思想。 你们喜欢一部电影,你们的朋友喜欢另一部电影,你们都是我的,你们是我的,你们也是你们的,有很多选择摆在你们面前。 你们正在寻找一切美好,你们在寻找好的事物,就好像好的有终点一样。 当你们有两个不错的选择时,你们不会出错。 如果你们有两个有价值的工作机会,并且正在寻找工作,则必须选择其中一个。 我不知道权衡所有属性会不会给你们答案。 一个好的答案是选择其中之一,跟随你们的心而不是属性。 或许你们更喜欢这一份工作而不是另一份工作,但另一份薪水会更高。 有很多因素,在你们把脚趾进入水中之前,你们如何知道水的温度呢? 谁能计算所有因素并事先知道什么是最有效的呢? 想我进入吗? 大概吧,可能吧。 可能是想我告诉你们接受那份更高薪的工作。 可能是想我告诉你们,你们最好接受你们更喜欢的工作。 想我在你们的生活中是一个巨大的操作者。 你们并不总是知道什么是小我,什么不是。 也许这两种选择都是小我,但为什么要复杂化呢? 取舍,当你们做出选择时,你们就成功了。 当选择摆在你们面前时,你们就有了选择。 你们可以弃权,但不能永远弃权。 如果你们能有没有错误的想法,那该有多好啊? 就算选择了高薪的工作,后悔了,又怎么能说这是错误呢? 即使你们应该选择你们心仪的工作,你们也可能会后悔。 你们怎么能说做出选择是错误的呢? 亲爱的,你们的生活不应该生活在后悔的操作上。 因害怕后悔而生活的就像提放恐怖分子一样,也比提放好人要好。 在选择方面,有时你们可能有两个不太好的选择。 你们可能会发现你们面临住一份你们不想要的工作或没有工作。 没有人可以替你们做出这些选择。 当你们做出选择时要开心。 当你们从两个错误的选择中解脱出来时,你们会感到高兴。 有些人面临选择从哪家银行窃取的问题。 你们是多么幸运啊? 在你们面前有和蔼可亲的选择。 有些人觉得处于选择一种宗教或另一种宗教或不选择宗教的边缘。 我是,不管你们的从属关系如何,我是,我是无处不在的上帝,我不是孤立的上帝。 在某种意义上,你们只能选择我,无论是人怎么说,都没有变异的神可供选择。 你们的心倾斜的位置可能会发生变化。 与此同时,你们做出选择。 不要担心自己做出只符合我的意愿的选择。 你们知道什么是我的医治吗? 我的嘱咐是,当你们必须做出决定时,你们就做出决定。 当有一个十字路口要通过时,就通过它。 无论你们选择哪条路,我都会走下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